菲委員說他只想要跟民進黨辯論 而且他說他天天都在辯論 那天天辯論的成績 我看到的是成績重他還在位子上 而且他現在要變成農業部長 王美花缺電的問題 仍然沒有替大家解決 被洪泰委員明確表達 國民黨初選沒有證件發表會 所以不參加 他揪馬拉松小心要參加嗎 我坦白說我願意參加耶 那現在要跟大家報告 我問政的競選的三大主州 首先的第一大主軸是 我認為我可以成為 非綠聯盟整合的先鋒 我認為只是團結國民黨是還不夠的 還要說服更多的力量 一起促成再一次的政黨輪替 第二個主軸是 我可以成為國會的極戰力 新世代的選戰與監督 變得非常的不一樣 將越來越著重在社群 我是少數有在經營社群媒體 包含YouTube直播的政治人物 未來進到國會 我可以靈活的運用戰術去監督政府 第三項主軸是 國民黨應該要 也可以發揮傳承的精神 所以不只是我要去接住立委的棒子 我也要讓更多的年輕人有機會 接住我的棒子 那天天辯論的成績 我看到的是陳吉仲 他還在位子上 而且他現在要變成農業部長 天天辯論的成績 我看到的是王美花缺電的問題 仍然沒有替大家解決 所以我想今天我們是很務實的 一開始非委員說 他不希望有任何所謂的黨內互打 他就願意進行辯論 大家可以看到我所提出的十大證件 甚至連要修改的法條以及刑度 我都已經列給大家看了 完全就是針對公共事務進行討論 我相信30年從政經驗的立法委員 應該不會說不出來 他未來還想要繼續對民眾 以及在法律上面能夠修法 完成什麼樣的一個條件跟主張 這個歷史哥斗內詢問說 菲洪泰委員昨天在我的廣播明確表達 國民黨初選沒有證件發表會 所以不參加 不然他揪馬拉松 巧心要參加嗎 我坦白說我願意參加 因為我頂多就是跑輸而已 也不會怎麼樣 除非菲洪泰委員跟他講說 作為一個立法委員是否合格 要看你的馬拉松跑得快或是慢 如果他的主張是這樣子 那清楚的告訴大家 我覺得也可以 但是我想跑馬拉松 或者唱歌或者是打字 這個是生活 但是我們今天在證件發表會 在辯論會我們談的是工作 所以生活跟工作顯然是不一樣的 因為不用試我 問題意外 不是 volunteer 女聲音